台湾人的创意受到了国际的肯定 您看过折叠纱窗吗 而且平常不用的时候还可以隐藏起来 为了符合居家生活更便利 许多台湾传统产业 现在不断的推陈出新 在嗨烂的天气中 即使不开窗 只要加上可开关的气孔装置 室内也能透气 新型的折叠纱窗 平时不用时隐藏在窗户旁 要用的时候就轻松拉出 国内大概最新的是 无障碍的这种折叠纱门 所以无障碍就是说 这个底下呢 它是没有一个沟潮 所以它不会踢到 所以它的车 不管你是脚踏车 或者是你那个伦理 硬的车都可以很容易的通过 清扫也没有 台湾传统产业面对市场转型 经营自由品牌走入国际舞台呢 贸易局呢 推动了一个品牌 台湾的发展这个计划 整个呢 把台湾从过去的一个加工 从OEM ODM这种加工的形态呢 转变成一个品牌行销这样的一个概念 无论是在这个推广也好 无论是在训练也好 无论是在这个辅导也好 我想我们三头并进 台湾传统产业的创新与品质 不仅是永续经营的方针 也成功的打响了台湾品牌 记者综合报道